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白月光 也有很多艺难评 今儿个挑了五首遗珠改编 只代表个人意见 咱们只看台上这几分钟 至于其他和音乐本身无关的因素 咱不聊 萨姐觉得也没什么必要聊 和王菲原版的空灵感不一样 动力火车的这个版本有一种纯自然的纯净 这是我是歌手第二季的突围赛上的演出 虽然排名第四萨姐觉得也算合理 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从改编的角度上来说 除了开头原生态歌手的加入以外 这样一首原作节奏相对比较慢的歌曲 在最后一段 结合了小红梅乐队Dreams的这个变奏 当中呢 主旋律的慢和编曲底色上的快 又给人一种清新的亲人心脾 闭上眼睛啊 眼前就会浮现一片草原 远方的大山 高高的天上白云飘 如果说王妃原本的版本 是让人感受到了神仙下凡 那这个版本描绘的就是地上的人们 心里那片无污染的蓝天 袁亚维啊 一直是萨姐心中很崇拜的一位女歌手 怎么说呢 有点嫉妒 唱功自不用说 每一首歌处理的细腻程度都不是盖的 但萨姐觉得更可贵的是 她对于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比如这首七美帝 实话说啊 开头那种1.m的感觉扑面而来 第一反应是 这是七美帝 这是那个有点小忧伤 还有点小颓废的七美帝吗 袁亚维这个版本 让萨姐对这首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原来爱而不可得也能这么狂野 成长也能这么疯狂 七美帝上野蛮生长的那些花 也可以是低血的红色和奔房的黑色 自我颓废 真的可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从我是歌手 到歌手 再到歌手当打之年 看了这么多歌手 信属实是萨姐心中一难评的第一位 这首刀马蛋呢 萨姐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看的时候 实在是不懂怎么会是倒数第一 对于这首歌呢 8090后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很熟悉 是2001年发行的 方文山作词 周杰伦作曲 中国风的R&B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呢 信成功地把它改编成了重摇滚 同时也保留了中国风的元素 虽然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歌手都尝试把歌曲切成几段变奏 但是信的刀马蛋切出来的这三块莲藕啊 差别鲜明 但是衔接的很自然 像一道菜里面放了三种完全不一样的酱料 可是一块吃呢 你也不觉得互相打架 还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特别是衔接的部分这个和弦的转变 让人有一种叛逆结合了纯真的新鲜感 也许重摇滚在大陆并不属于主流的音乐类型 要迎合市场的口味也确实很难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萨姐觉得信还是做到了准确的切中要害 让听众眼前一亮了一下 把这首歌排在萨姐心中的第二位 有一部分是因为出其不意 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改编的难度 这几乎已经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了 和心血一首歌也差得不远了 同一首歌把我一言难尽这句歌词的重拍 从最后一个字往前挪了一个字 哀怨就变成了不解 压抑也变成了宣泄 最后一段的这个变化呢 让这种不解和宣泄 从告诉你我一言难尽 又升华到了和自己说我一言难尽 假如这是一场戏的话 那前面一直冷漠的女主角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退场了 另外呢 这种节奏感很强 但是又不太好控制的结构 很容易在唱的时候被伴奏带着走 重拍加重 弱拍划过 但这现场驾驭伴奏的能力绝对是王者 能让人跟着晃 可是呢又不会甩头 蕾叔的声音啊 从萨姐童年时期就时常回荡在脑海里 因为爸妈喜欢 所以听了太多 虽然蕾叔也有硬汉柔情的一面 但听他唱爵士 萨姐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 一首哈萨克族悠扬婉转的民歌 能改成情调十足的高级爵士曲 这本是大概是天生的 萨姐记得上次有这种 好像雨天坐在咖啡厅里 回味咖啡鱼干的体验 还是中学第一次听小野丽莎的时候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写的是王洛宾老师遇见的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 以前只觉得这应该是个纯真漂亮的少女 然而这个版本却让人看到了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 而磊叔的演绎呢 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 留了很多引人遐想的空间 能做到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歌者真的屈指可数 关键是遮起来的那半边 能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幻想 尽管歌手现在停播了 但萨姐还是觉得在音宗里面 没有哪个节目能取代她曾经的地位和辉煌 也许这么说有点过 不过在歌手的前几季里边 能够让听众感受到包罗万象的音乐 和质量这么高的live演出 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肯定是财富 虽然有很多类型的音乐可能不是主流 成绩也不尽如人意 但音乐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任何形式和类型的音乐都值得被听见 要是对您的口味 欢迎您评论下 跟我交流 有空了来做做 今儿个就跟您砍到这儿 咱下回再分解